新的大自由 究竟涅槃了 所以依着波瑞波罗蜜多来修行会怎样呢 首先谈心无挂碍 我们的心挂碍太多 因为挂碍太多 负担太重 所以感到很苦 据说过去有一个帝王 想要编写一部人类史 找了多少专家学者开会 预备编辑这部人类史 但是这些专家学者竟然天天开会 开了几十年的会 还不知道如何写法 皇帝一直在催促 这许多人实在不得办法了 可总得要应付一下皇帝 怎么应付呢 人一个字很简单都写不出来 那么就写六个字 人生 人苦 人死 人出生了之后就会有苦 就会死 这就是人类史 无论人生也好 无论人生也好 人苦也好 人死也好 就只是一个东西 就只是一个挂碍 我们就是心里的挂碍太多 所以患得患失 日本有一个禅师 叫做快川禅师 当某地和南边的军阀打仗时 有个泽田县长跑来找快川禅师帮忙 因为快川禅师很有智慧 道横很高 县长要他担任参谋 县长要逼快川禅师做他的参谋 快川禅师不肯 你不肯 我就带部队把寺庙包围起来 就是包围住 我也不肯答应 不肯 我就放火烧你的房子 就这样 房子从庙门口开始 被纵火烧了起来 这里面有好多的修行人 大家就往寺后逃 逃到不得地方逃了 就往屋顶上逃 这时候快川禅师叫大家坐下来参谈 大家都配合着坐下来 接着禅师说 现在请大家参一个问题 在大火里面如何捉犯人 在熊熊大火里 我们要如何来说法步教 如何度众生 道横不够的人就说 哎呀 生命都受到威胁了 还要什么说法度众生呢 禅师说 有修行的人遭遇危难时 总能很安然 纵使在大火里面 也能先把心定下来 没有挂碍 面对生死 无不无惧无畏 那么我在这里就是说法了 所以快川禅师说道 参 参 参 要大家赶快参 参禅何须山水地 灭阙心头火自凉 参禅哪里一定要找 有山有水的地方 山明水秀好修行 这有什么功夫 只要把你心里的挂碍 把你心里的恐怖 把你心里的念头灭去 大火也是清凉的 所以说过去古代有修养的人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迷路心于左而目不顺 孟子无赡养浩然之气 只要灭缺心头的挂碍 心里自能清凉 或许有人说 我还没很深地体验功夫 在这个时刻能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说自己的经验 21岁那一年 我在一所国民小学担任校长 无缘无故 却被逮捕 几十个人被关在一个地方 往往今天拖两个去枪毙 明天拖一个出去 打得皮开肉烂 再弄个门板 再弄个门板把他抬回来 有一天 他们用绳子把我绑起来 拖着就要走了 一路上五步一杠 十步一哨 心想 这不是拖了去枪毙吗 面与死亡是什么感觉 我有了这一点经验 之后 虽然也有多次面临死亡的经验 但是 对于这次的印象特别深 记得当时天上虽有太阳 却觉得昏暗无光 地本来是平的 却感到崎岖不平 但是心里并没有害怕 只是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我什么也没有做 现在就这样死了 师父也不知道 母亲也不知道 人就像水泡一般破灭了 一切就没有了 如此而已 那个时候 我就生起了这种无常的感受 后来才发现 原来不是要枪毙我 只是在走了很远之后 把我换到另一个地方去关罢了 我很感谢这个经验 另外还有一次 记得是1958年左右 我在北头 有一个小房子 取名叫做浦门金社 当金社建好没多久 就来了一个大台风 因为后山的泥土坍塌 把后面的厨房压坏了 那么大一座山 这一坍塌 把房子压坏了没关系 人都压死了 怎么办 在那个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财产的损失 没有想到多么危险 兴起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没有福气 一定有很多人要耻笑我 你看星云某人没有福气 好不容易有了一间房子 土塌下来 什么都没有了 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第一个念头想到的是这个 这还是由我 不过心里又在想 这怎么修理 赶快叫人找工人来修 但是已经晚上十点了 有个工人来一看 这没有办法修 这么迟了 要到哪里找工人呢 没办法 更何况这修一下 也不是几天的事情 我一看事实如此 只好拜托人 明天早一点找工人来修 之后大家都睡觉去了 也没有想到恐怖 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跑到后面探看 才知道状况真是惊险万分 幸好并没有倒塌 所以面临危险要镇静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个能力 而佛教则可以训练我们 增强力量 增强定力 不让人生天天活在痛苦 恐怖 颠倒 挂碍里头 心里没有挂碍 有什么好处 有一个老公公 她年轻貌美的女儿生病了 于是找医生看病 却怎么样都治不好 这个老人家爱女心切 就跑来找成卓禅师帮忙 老禅师 拜托替我的女儿看病 我又不是医生 我怎么能替你女儿看病 老禅师 你的法力无边 我只要请你在佛前替我的女儿念念经 消消灾 一定就好了 这样啊 好 你要我替你的小姐念经 要不要讲开示 要 好 黄金一百一十九两 百米一百弹 代价就是这么多 你要知道 我的寺庙有很多人要吃饭 老人家是一个大富翁 什么没有 就是有钱 没关系 黄金一百一十九两给你 百米一百弹也给你 那么就请你把女儿带来跟我见面 我跟她讲讲话吧 老公公的女儿来了 禅师说 小姐 你的爸爸为了你 叫我替你念经消灾作福 她给了我一百一十九两的黄金 一百弹的白米 这许多钱 许多米 拿到我的寺庙里 几百人吃用 至少有四五个人会成佛 至少有十几个人会做菩萨 至少会有二三十个人做罗汉 你们家里的钱财 供养了诸佛 供养了诸位菩萨 也供养了诸位罗汉 功德很大 你获得的功德也会很大 因为你的病 我庙里面临的问题 都得到解决了 现在你可以安心去死了 结果 小姐听了这话以后 心想 我功德很大 那我怕什么 我不应该怕 我还有什么挂碍 正如成卓禅师讲的 我供养过诸佛 供养过菩萨 供养过罗汉 我功德很大 就这样 她的病好了 为什么不死呢 原本她怕男朋友不爱她 不喜欢她 怕这个 怕那个 心里的挂碍很多 当然就生病 当她不再挂碍了 病也就好了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毛病 从哪里来 从挂碍来的 挂碍会让人生病 平常我们讲疑心病 疑心会让人生病 嫉妒心也会让人生病 我们若能心无挂碍 也就无有恐怖了 人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恐怖 怕没有钱 怕没有地位 怕丈夫不爱我 怕儿女不孝顺 怕钱财给人家倒闭 怕货币贬值 存到银行也不放心 有一天 恐怖也会成为病 有的人晚上走路 总是觉得不大对劲 感觉后面 好像有鬼跟过来 听到一点声音 就要赶紧快走 却发现不得了 他走得更快 心里就恐怖起来 假如你能有勇气 就说站下来 让我看一看鬼是什么面目 其实并没有鬼 鬼在哪里 鬼在我们心里 世间上究竟有没有鬼 我们不要说 鬼道的众生是鬼 其实世间上的人就是鬼 甚至人比鬼更可怕 人怎么会是鬼呢 打牌的人叫毒鬼 吃酒的人叫酒鬼 好色的人叫色鬼 甚至还有贪财鬼 懒惰鬼 你们看 世间上的鬼多不多 多得很 原来鬼是人 人很恐怖 但是 只要我们心直 就不怕鬼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站在船头稳 不怕浪来颠 多不如一 一个空 一个无 就很好了 我们的人生 不要太多 大家都是佛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佛佛到同 佛的法身 变满 虚空 你的心如空 他的心 也如空 你的法身自信 如虚空 他的法身自信 也如虚空 你如虚空 他也如虚空 大家 还会互相吵架吗 不会 为什么 就好比 这个佛殿里的灯 这一个灯 那一个灯 这里有灯 那里也有灯 把灯 通通点亮起来 也不会 互相妨碍 为什么 光光无碍 道是无碍的 佛性 是普遍 无碍的 空 是无碍的 无有恐怖 就远离颠倒梦想 众生颠倒什么 明明有真如佛性 他不知道 就说无 明明世间上 没有公民富贵 他偏要认真追求 这就是颠倒了 我年轻的时候 常有人问我 法师 你年纪这么轻 就吃素 出家了 不能去跳舞 不能去看电影 也不能吃鱼 吃肉 你为什么 要这么消极呢 好可惜哦 跳舞 打牌 吃喝玩乐 就叫积极吗 守道 守平 守德 弘法 立生 这就是消极吗 这是一个颠倒的看法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金刚坐上成道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要涅槃 有人劝请 不行不行 你要度众生 佛陀说 我不能度众生 为什么 我所证悟的道 和世间人所认识的 是相反的 他们要的 我都说不能要 我叫他们要的 他们都说不要 我说的佛法 和他们所言的不一样 他们会毁谤造罪 不能弘法 不能度众生 你不能这样讲 这只是一部分的众生这样 大部分的众生 都是因道才能得度的 正一位天人的劝请 佛陀后来才说法度生 常有人说 出家人 男的比丘也不结婚 女的比丘也不嫁人 不吃肉 也不吃鱼 太可怜了 佛法实在太不人道了 佛法当然不人道 佛法要什么道 要佛道 要出离了人道 才能合于佛道 我们贪恋于人道 怎么能进入佛道呢 佛教不是叫每一个人都不要人道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 要想超越人道而进入佛道 这又有什么不可呢 有人请仙衣癌禅师写对联 仙衣癌禅师说 好 于是他拿起笔来写下 父死 子死 孙死 这个人一看大怒 我请你说好话 你怎么说坏话 难听的话呢 这怎么会难听 这是好话 父亲死了以后 儿子才死 儿子死了以后 孙子才死 不这样 难道孙子要先死吗 所以有人总是颠倒 不肯顺着道理 顺着时光 顺着正常 以为这是不好 其实很好 唐伯虎也是如此 有一个人的妈妈 过八十岁生日 于是请唐伯虎到家里吃饭 吃过饭后 就请他提个诗 唐伯虎写 这个女子不是人 唐伯虎说 好辛苦啊 倒一杯茶来吃 这个人就在那里拖延时间 心里想着 怎么骂我妈妈 这个女子不是人呢 但是唐伯虎名气实在太大了 不敢动也不敢讲 只能在心里不高兴 今天这一餐 真是请得冤枉 他不但不赞美人 还骂我妈妈不是人 过了好久 唐伯虎又接下去写 九天仙女下凡尘 好啊好啊 这是当然的 妈妈不是普通人 是九天仙女下凡尘 之后再写 养个儿子会做贼 这个人心里又嘀咕了 莫名其妙 怎么第三句写得这么难听 养了我这个儿子是做贼的 我什么时候偷过人家的东西 过了好久 他又再写了一句 偷得仙桃公母亲 好好好 到天宫里偷仙桃公母亲 有意义 所以人都活在语言 思维 惯性的颠倒妄想里 说这个女子不是人 她不高兴 她在颠倒 九天仙女下凡尘 她很高兴 她在妄想 养个儿子会做贼 她又不高兴了 颠倒 偷得仙桃公母亲 看了真是令人高兴 又是一个妄想 人总是这样 颠倒妄想 妄想颠倒 循环不已 飘腻苦恼 有位非习禅师 一天跟大家闲谈 各位有没有看过 人是头南脚北 守东西 坐着死 很多出家人都说 看过 站着死 你们看过没有 某某地方 什么人站到那里死了 这也看过 头朝下 脚朝上死 你们看过吗 没有 我死给你们看 于是 她头朝下 脚朝上 就死了 寺院里面 人死了 是很平常的事 就埋葬了吧 但非习禅师 死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铜柱子一样 搬也搬不动 推也推不开 非习禅师 本来叫做 隐风禅师 因为姓邓 所以大家 叫他邓隐风 有一次 两边的军队打仗 他跑了上去 大喊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两边的军队 在打仗 哪里是一个和尚 来叫说 不要打了 就不要打了 还是继续地打 尹风禅师 有神通 他说 你们还要打 好 看我的 于是 他把席杖 朝天空一丢 自己也飞了上去 与席杖 在那里共舞 两边的军队 看到和尚 在天空中 与席杖共舞 觉得很好玩 也就不再打仗了 所以后来 他就有了 非习禅师的称号 非习禅师 连死都要开玩笑 他的妹妹 是比丘尼 接到人家通知 他哥哥 死了的消息 就赶来了 这个比丘尼妹妹 很了不起 她说 哥哥 你在生时 装模作样 迷惑人间 现在你死了 也还用这种 颠倒妄想 来迷惑人吗 妹妹上前一推 非习禅师的身体 就倒下来了 有时候 人在思想上颠倒 见解上颠倒 人情上颠倒 语言上颠倒 心理上颠倒 七颠八道 苦恼逼深 唯有心无颠倒 才能揪尽涅槃 所谓揪尽涅槃 涅槃又叫做灭度 灭是灭两种障碍 一灭烦恼障 二灭所知障 度是度两种生死 一度分段生死 二度变异生死 众生的烦恼很多 要把烦恼障灭了 才能涅槃 另外 还要灭所知障 一级知识也要灭 分别的知识也要灭 我们现在虽然在求知识 但是等到我们有了波蕊智慧 一定也要把这个分别的知识去了 灭了 不然知识也是障碍 所知障 就是一种执着 成见 度二种生死 一是度分段生死 人死了变成牛 牛又再变成天人 地狱 恶鬼 畜生 一段一段的生命 叫做分段生死 二是变异生死 就是一个人的生死 净化 在变异中 逐渐地进入佛道 生死去了 慢慢地就可以成道了 慢慢地就可以成道了 不需要经过分段 所谓涅槃者 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 所谓涅槃者 就是不生不死的意思 没有生死了 没有生死了 没有生灭了 没有苦了 我就涅槃了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金刚座上 成等正觉 成等正觉 就是正悟涅槃 正悟涅槃 就是正道的意思 不是死的意思 况且释迦牟尼佛 是正悟涅槃后 才度众生的 可是现在的人 都把涅槃跟死 摆在一起 什么人死了 就是得大涅槃 以为死 就是个涅槃 所以给人看到涅槃 就害怕 其实涅槃 是不死的生命 完成的人生 就叫做涅槃 孟窗国师 有四句话 无病是第一例 知足是第一父 善有是第一亲 涅槃是第一乐 世界上什么最快乐 吃得好 穿得好 都不算最快乐 最快乐的是什么 涅槃最快乐 涅槃里 没有生死 没有生灭 是完全的人生 涅槃里 有四种德 常乐我尽 世间不长 涅槃是恒长的生命 世间不是真乐 涅槃是真的快乐 世间上没有真我 涅槃里面 才是真我 世间上 没有真正的亲近 涅槃里面 涅槃里面 才是真静 常乐我尽 是涅槃的四德 学佛应该求 常乐我尽 三世诸佛 以波瑞波罗密多固 得欧鸟 得欧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以波瑞波罗密多固 可以得欧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欧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无上正等正决心的意思 以波瑞 佛道才能波瑞波罗密多 才能成佛 故知波瑞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瑞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曰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萨婆喝 故知波瑞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意思就是担心前面的人 对这个波瑞波罗密多的道理 没有办法明白 那么就教你念这个咒语 意义也和波瑞波罗密多 是一样的 是大神咒 譬喻波瑞有极大的力量 神通自在 是大明咒 表示波瑞是光明的 可以照破愚痴 是无上咒 波瑞法门当中 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是无等等咒 没有一法 可以和这一个波瑞平等 波瑞 涅槃 都是一样 没有东西能和它平等 波瑞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瑞波罗密多咒 意思是 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 波瑞波罗密的咒语 即说咒约 这个咒语怎么说法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 波罗僧接地 波罗还是到彼岸的意思 用台湾话讲 就是走了 大众大众和和僧 接地又是去的意思 整句把它做翻译 就是大众一起来去 菩提 苑正菩提 愿成正觉 希望我们可以很快 证得 萨婆 所以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 萨婆 喝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去 去 到彼岸去 到佛国去 大家一起来去 愿大众素极正德 正觉的波瑞